大家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五啊 我们这边是星期五 国内的朋友应该是星期六早晨 反正呢就是周末 这周末呢就是闲聊的好时光啊 所以啊利用这么一点时间 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天 在聊天之前呢 我刚才把这个伟大领袖晚年做的这首词啊 发了上去 里边呢有几句话非常有意思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周动荡风雷击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啊 重温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这首慷慨激昂的词 再联系到眼下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内心呢不免是新潮澎湃啊 瑕疵无限 再加上这周末呢 这人呢话就有点偏多啊 那么这个今天啊 我这个看了一下 这个咱们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 通过电报群我看了一下 有一部分朋友对这个周恩来在晚年这个治疗的问题上啊 还有很多地方有一点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因为原来我一直以为啊 我当初写过这篇文章啊 当年写的时候还挺卖力气的啊 写这个周恩来在治疗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被耽误了啊 包括他最后的这个病情呢 最终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境地 那么我看了一下啊 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呢 对这件事情似乎还比较模糊 我在2008年出的这本小册子啊 就是题目呢 起的就是比较滑稽一点啊 开国元勋相间集啊 毛泽东和战友们 这里呢 收录了我当年写的一批这个文章 这些文章里边呢 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有这么几篇啊 其中一个是周恩来这个治疗的问题 再一个呢 是孙维士这个事件呢 孙维士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啊 这几件事情呢 在文章里边交代的还相对啊 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对这个呢 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么昨天呢 这个电报群里这些朋友反映 周恩来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书啊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准备最近这两天抽出时间啊 把这篇文章呢 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刚才有个朋友提的一个人挺好啊 周桓 说明咱们这个朋友堆里啊 咱们这读者观众当中啊 有些朋友真还是挺留心 这个党史上的一些人物 周桓这个人啊 说起来啊 上将周桓 这个人的故事很多很多啊 包括这些道听途说的这些故事啊 估计装装满一大筐没有问题啊 周桓这个人呢 现在的年轻人对他没什么概念啊 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但是老辈年间 特别是原来啊 这个沈阳军区啊 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些老同志 对周桓的事情呢 可以讲是如数家珍 这个人啊 可以讲是回忆参半 骂他的人也特别多 夸他的人呢 也不少 但这个人 大家想一下啊 他的资历其实很浅的 他是三十年代 才参加革命的 可是这个人后来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并且这个人一直他是搞这个政治工作的啊 最后呢 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应该说啊 他是有他特别独到的地方 这个将来呢 我们讲林彪的时候呢 会专门给大家啊 谈两句这个周桓的事情啊 这个提问挺好的 那么下边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啊 这个 包括今天啊 这个有的朋友 刚才就是在这个 我之前今天做的这个节目里边 也提到了 今天补充的这期啊 509期 这个党史杂谈啊 聊的都是这个 之前聊的那个话题啊 这期节目呢 我就是这么想的 很简单啊 照片的那个事呢 影响了咱们这个节目的 呃 情况 那就毅然决然的 把它挪出去啊 以后呢 呃 类似的情况 如果再有的话 我们也是这么办 犯不上啊 这个 为了这么一点 这个啊 势势而非的事情 把咱们整个这个节目的 这个顺序呢 给影响了 所以咱们就是重打鼓令开张啊 把这509期呢 重新讲一下 而且里边呢 今天还加了很多 这个新的东西 其实呢 那里边呢 有一段我还没说完 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简单说一下 这个当时这个文汇报的党委书记 秦本利啊 是因为张春桥 动了这个特殊的脑筋啊 揣摩这个伟大领袖的原因 意外呢 就给放过去了 要不然他1957年就舍在里边了 啊 张春桥呢 把这秦本利就给放过了 可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末 咱们这老江同志呢 就收拾这个秦本利起家啊 一直到今天还是一身的光环啊 所以在秦本利这个人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历史人物的另一个侧面啊 张春桥这个人实际上是被批凑了啊 那么他对秦本利呢 是高抬贵手啊 那个老江呢 咱们就不说啊 还没发这个告人民书啊 估计也应该是满满的点赞啊 但是呢 他对秦本利最后的这个处理结果呢 是那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历史人物啊 他通常是多方面的 刚才呢 我跟咱们这个一个小老弟啊 他给我展示了一些林彪的照片 因为现在呢 要准备起来了 这个下半年 这个重头戏呢 就是讲林彪这个话题 而且我发现啊 咱们不少朋友对这个林彪的话题 好像也都特别感兴趣啊 凡是有这个林彪这个 张志欣崇拜周桓 这个我还真真真是啊 这个情况我还真是不了解啊 这是真真是挺有意思 我发现咱们这朋友啊 对林彪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凡是有林彪的节目呢 一般情况呢 都还比较喜欢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年一定要安排一下 正好也是913 913事件这50周年 把这林彪的事情来讲一讲 这还有的朋友告诉我啊 他要去这个菜市场去买羊梅 这个消息很好啊 以后应该经常啊 在回复里说一说 抱一抱自己啊 在周末的这个活动的情况 咱们都多交流交流 多有意思啊 这生活呀 就是这样 貌似啊 咱们这些普通人过的都很平淡 但实际上呢 啊 这平淡当中呢 又充满了诸多的快乐 今天这个又没有推送 这个看看其他这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接触啊 我我自己的这个手机目前是有这个推送啊 要少出一切害人虫啊 关键是这害人虫怎么来界定 这个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刚刚出现的这个新闻 保利南区啊 保利南区啊 咱们这个中南地区特大吉城市 这红山区啊 这保利 呃这个 他这个具体的地名叫什么呢 呃叫什么 保利 哎 反正记不得了啊 这个大家搜一下这网上都有啊 这个据说呢 又是砍了好几个人啊 今天又没有推送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个情况也是挺奇怪 还有人还有的朋友说他想到九一山那天去拍照啊 挺有意思 回国现在没有考虑啊 因为这个家里人都在这边啊 对你们这个小铃铛啊 也适当要开启啊 这个会有通知 另外呢 我一般都是双辈分 我在这个社区里边也发一个消息啊 就是帮助大家了解这直播马上开始 在电报群里边也发一个消息 其实呢 这个很多朋友应该啊 就是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电报群 很简单的啊 注册电报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像我这种就是技术上完全不灵的人 当初呢 注册这个电报也很容易 在电报群里呢 大家聊聊天也挺好的 只是那聊天的时候啊 注意一下咱们群里的一些规定 这个规定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清规戒律 主要就是考虑到咱们这个啊 这个墙内的一些朋友的安全 有些话你是不能随便说的啊 因为眼下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啊 你经常这个 呃 这个我我被咱这个朋友给带节奏了啊 他说这无比输入 我也差点要说这输入 就是形势一片大好 然后你说这些东西呢 人家这个形势一片大好的同志们就不高兴了 犯不上 关键是犯不上啊 老百姓呢 就要有老百姓的日子 咱们脑子里清楚 心里明白 不一定非得用嘴啊 用手啊 给他表达出来 眼下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已经不不能 不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啊 就像这个伟大领袖当年最喜欢的那首诗里边写的 支手难扶唐社稷啊 连城游用进山河啊 这个后边这句可以不考虑 但是支手难扶唐社稷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 李纯旭都扶不起来 后堂庄中李纯旭都扶不起来 我们怎么能扶起来呢 所以呢 还是应该啊 就是 有人说闷声发大财 现在发大财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 那是难于上青天 这不用想了啊 这个 有人说啊 总有这个人说 就是说我过于悲观 说实话 我还是有点这个生活经验的 毕竟活了四十多岁了 我觉得这个悲观是一个远 是一种远见 这个说法我特别的认同 很多事情啊 尤其在我们普通人身上 没到那一步啊 不能说那个话 一定要到水到渠成的时候 而且现在这个事情啊 我一开始为什么念一下伟大领袖的那首词啊 现在真的是像他这个词里边写的 四海翻腾 五周动荡啊 这个情况 不是说这个咱们自己悲观也好 乐观也罢呀 他是形势比人强啊 啊 这个情况实际上你稍微揉一揉眼睛都能看得很清楚的 一点都不容乐观 我现在啊 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 前一段时间 有的朋友就跟我了解说这个他们想还是想移居到国外 我那天晚上劝了他一个多小时 我一般很少劝人 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个上层的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底层的观念也是不能触碰的啊 这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常识啊 你去这个动这个上层的奶酪那人肯定跟你急 那你要想跟下层的底层的人掰扯这观念 你非得说这新闻联播不好看 那人也跟你急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我不劝别人 你愿意到哪定居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咱们这个朋友呢啊 说实话啊 跟我关系也挺久了 我实在是啊 不愿意就是眼睁睁的看他啊 这个跟着这个人云亦云的大队伍 就这么乱走一碰 所以呢 那天晚上我专门啊 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讲眼下这个情况啊 实际上你去别的地方啊 离开这个严谨地到别的国家定居 也不见得是特别好的主意 因为你不是人家那些腰缠万贯的啊 家私亿万的 你跟人家那不能比 人家是全球各地到处都是人家家 你看大家经常念叨这个事 说这某某官员啊 嘴上说一套 背地里做另一套 背地里呢都把这孩子啊 这个家眷都送到这个西方国家去 这个呀 你换一个角度看 他送到西方国家去是一方面 那为什么西方国家愿意容纳他们呢 啊 他们为什么能在西方国家呢 能够这个吃香的喝辣的 继续这个为所欲为啊 然后还能这个说上句还能够摆平很多别人摆不平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 那就还是因为西方的容纳这个东西嘛 这个东西跟西方的胸怀没关系啊 说白了就是钱好用好使嘛 就是这个道理嘛 而且人家为什么到西方去啊 人家压根把西方世界当成人家的后花园来着 但是我们老百姓就不一样了 你在国内生活几十年了 你像我 我认识咱们这些朋友都四十开外了 这个情况下 你离开你特别熟悉的环境啊 离开你的这个朋友圈 这人是环境的动物啊 你待久了 你这个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以后 你很容易很难摆脱的 这人平常你看我 我们说为什么周末咱们一上来聊 就有很多朋友都答应 说都在线在线啊 人都在呢 为什么 人是必须要交流的 那你到了国外以后 人生地不熟 出来乍到的话 你跟谁交流去呢 而且四十多岁了 这个奋斗 那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办到的事情 国外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这个房价问题 你去这几个主要国家的这几些主要城市 这房价这一关 好过吗 不好过 然后房价就直接联系着工作 你别看有些西方国家好像福利很好啊 教育不花钱呢 医疗不花钱呢 这些东西啊 但实际上啊 真正你进入到人家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行啊 啊 这些东西跟你很多情况下 他不是对接的 你不是甘于就领那点福利的 你还是咱们有很多咱们这些朋友 至少我认识的这些朋友 还是满腔热血要奋斗的啊 想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越来越出色啊 所以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你你跑到这边来 你把国内的房子卖掉了 然后钱能不能一时都转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现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现实啊 有的朋友说这个不想让孩子学那些东西 那你知道到了国外学什么东西吗 啊 你你知道这现在不说全球一盘棋 也差不多都在一起往一起靠拢 对吧 这个情况呢 我就不想多谈了 在这边的朋友啊 在这个西方世界待的朋友 有些孩子比较小的 应该知道这个 这个情况啊 不是特别的让人乐观啊 眼下这国外这个房价 我在的这个城市 最近这个房价涨得非常吃惊 别说房价 就我们夏天经常要在前庭后院动动土 比如说修一下这个围栏什么的啊 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今年的这个价格呢 都比往年 严重的多 抬高了很多 这个原材料涨价涨得很厉害的 所以从这些来看呢 不是说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米株新贵 巨大不易 这国外也一样 这些大城市呢 现在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呢 国内有一些这个 这个人呢 经常劝别人说 赶紧出来吧 出来怎么样怎么样 你真出来了以后 你就知道你面临了另外一种困境 而且这种困境呢 如果不是说别的啊 要拖个两到三年 这人的耐心和耐性也就没有了 这中年人经不起折腾 所以我我跟我的这些朋友 我就讲这实话 我说我现在 我2014年以前 我劝你们出来啊 大家从这个当年我在飞扬军事论坛开的那个专栏里边 也能看到当时我的回复 写的很清楚 我我那个时候是劝 谁要是有条件 可以挪腾挪腾 2014年 13年以前 我是劝这个 2014年以后 我再也不劝别人出来了 这个形势变得非常快 所以你现在出来啊 就应了这个李一山的那首诗了 李商隐的那首诗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你过来以后 你就看一落日 其实也没啥区别 那边黑太阳731 这边是一落日 你说有啥区别呢 对吧 再说你见惯了黑太阳 你看一落日 冷不丁 看一落日 你也不习惯不是 这把眼睛伤着也不划算 所以我都是说大实话 但是大实话呢 他不讨好啊 很多人现在还有一种憧憬 以为到了国外 我前两天看推特 还有人在这喊呢 说赶紧出来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对这种观点啊 我一向视而不见 不知一词 没法说啊 没那么简单 我说的都是普通人啊 我相信今天进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一样 都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劳动者啊 靠着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呢 把这个家庭呢建设到今天这一步 不容易 所以这个 哎呀 不不说这个背井离乡还是背井离乡 这两个都不容易 现在呢 是背井离乡 兼背井离乡 都一样 任务很重 更主要的就是这个养家糊口的事情 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今天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根本一点就是没把这困难 看明白 哎 这困难呢 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有人说我悲观 我不认为这是悲观 我觉得凡事先把困难想逐了 啊 这个可能遭遇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 把他想明白了 这样的话呢 再慢慢的往回想啊 最糟糕的这个情况也都了解了 那么如果呢 稍微好一点 你是不是心情就会跟着好一点 如果你抱着极大的希望 最后迎来的是极大的失望 那你这个落差 说实话 跟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对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个情况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这个清楚 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的这句话是对的 主要是出国你干什么 啊 我看很多人都是改行了 包括我自己也改行了啊 这个不是全部改行啊 改了一部分跟原来还有衔接 好在呢 我这个呢 毕竟这十多年出来了 这个很多这个情况呢 就靠时间的打磨 也多多少少熟悉了一些 但正因为我自己呢 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刃的走过来 所以现在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就愿意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呢 跟大家摆一摆 真的不容易 啊 你别看这个国外有些人啊 说什么蓝天白云呢 空气啊等等 这些东西当然非常重要啊 这个就不用细说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说实话 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 环境环境 这些另外的一种环境 不是自然环境 那也非常之重要 再说呢 很多人我觉得啊 咱们这里头有相当一部分朋友 应该都是85年以后出生的 81年85年这样的出生的 这些人比我们小小不少啊 没有经历过这种 这个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候 尤其是这些 这个85年以后出生的 对这个困难普遍估计不足 所以一旦出来以后 这个遇到这些这个 让人晕头转向的事情 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啊 不是今天在这坐着聊天这么轻松 所以呢 你要是真有条件 你不妨出来试一试 你看你适应不适应 如果没条件 别像别人宣传的那样啊 创造条件也要上 别别搞这种啊 别拉下这种计划 犯不上 最后呢 大人孩子在一起抱头痛哭 那真的犯不上 所以说到底呢 这个 出国定居这件事情 要慎重一点啊 因为将来这个世界变化情况 还是有待进一步考验啊 而且通过去年的事情啊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变数太大了啊 很多事情呢 是让你完全意想不到的 这个人心之坏啊 完全超出我们的意料 我们看历史上这些人 你看我今天为什么举张春桥这个例子 就说我们看历史上 你就说这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个时候 他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善良啊 比较闪光的地方 我们家老太太有的时候给我们讲 这个他们过去在文革当中 当中的一些遭遇 那我们听到以后觉得 这简直就是人性的光辉啊 可是现在这种光辉 你到眼下这个各个角落去看一看 我觉得当初的这种光辉 在今天看的可是非常之少了 而且呢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眼简地 各国现在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 我不炒股票啊 我是 我当年是这个 跟这个资本市场是 这是有直接挂钩的 这国家政策规定我们这类人员 不能碰这个股票啊 这要碰了的话 那属于碰线了 所以我自己从来没有股票账户啊 这一点呢 我自己啊 我自认为我自律做得非常好 到了国外以后呢 这方面我也没接触过 投资这块呢 对股票这块 我是很有些研究的啊 这股票的东西直到今天我还一直都有研究 而且我当初这个虽然自己也不做这股票 但是在股票市场上呢 还多少有点小名气啊 当年呢 这个不吹牛的说啊 跟人家还发生过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冲突啊 这一说就把当年的事勾起来了啊 有几个冲突 这个来头还挺大的 什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啊 著名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都曾经啊 点名的骂过我 甚至呢 找到我们单位啊 这个要跟我这个PK一下 但是后来呢 事情都不了了之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中国呢 说到底是一个关系的社会 讲的是关系 讲的是背景 拼的是人脉啊 你呢 有点关系 人家轻易也就不敢碰你了 你要没关系 你还大放厥词 那人家当然收拾你了 对吧 但是我对这这种环境呢 我个人讲啊 我不太适应 我这个人是属于非常简单的人 我不喜欢这种拉关系啊 走门路啊 我对这东西没兴趣 尤其这个啊 一到这个周末啊 走家串户的张家长 李家短啊 这个那个的说个没完到了的 没兴趣 我更多的兴趣 今天就像我这题目里说的 周末自己家啊 做一点这个啊 喜欢的这美食啊 我估计啊 明天周六 我准备这个专门烤一道羊腿 如果烤的比较成功的话 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较成功啊 啊 我会呢 把这个照片做成这个PPT 下周呢 我给大家放一下 或者周日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啊 这个烤制 然后呢 这个刀工 然后这个啊 这个拼装啊 就摆盘吧 这三道工序啊 一道都不能少 这样呢 这一道美食呢 他才能呈现在大家面前 而且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做的这个东西呢 嗯 不用国内的这些灼料 啊 不用国内的这些灼料 所以这东西啊 比较干净 啊 放心吃 当然这个你目前也只能放心的看啊 我到这边以后呢 对国内的这些这个 有些这个饮食上的习惯呢 改了不少 啊 这一点呢 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环境的影响 咱们这个邓大姐啊 将来一定要专门做一个 就是说 从头把这个啊 邓大姐的一些历史啊 挖一挖 特别有意思 这个历史人物啊 说实话 我也是 因为在这个 研究周恩来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么一个人 啊 这个人的闪光点 以前我们都忽略了 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这个配角的状态 现在看呢 他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配角 这也是一个啊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蒸容的主角啊 而且是排在前列的主角 这个调料这东西吧 我觉得是这样啊 做饭时间久了啊 这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做饭的 这做饭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有一些经验 你比如说咱们说做这个鸡蛋羹啊 以前那个圆梅 他在自己的文集里边 他说他去了写做这个鸡蛋羹啊 就用筷子打那个鸡蛋液 要搅一百遍 这是说那个厨师跟他讲的 后来才知道那厨师呢 根本就是跟他开玩笑 怎么可能搅一百遍呢 但是呢 搅多少遍呢 这里边还确实有点小学吧 我后来还专门问过我一个同学 我这同学就是专门搞烹饪的 他一方面呢 自己就是这个行政啊 厨师这个啊 总总厨 同时呢 他还搞这个美食研究 还写过两本书 所以他是属于理论实践 急于一身的 他跟我讲过这个鸡蛋羹 这个做法 所以后来我按照他说的这个做法呢 自己也摸索了一下 想要做嫩一点 或者想要做老成一点 这里边这这个搅拌蛋液上确实有很大的文章可做 但是呢 这需要自己啊 一点一点摸索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研究党史差不多啊 所以我在做饭的时候 跟我在看这些党史上这些人物的变换的时候 我能够啊 把他们对接起来 所以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呢 也能产生一点灵感 因此呢 我就特别佩服老祖宗留下的那句话 治大国如砰小仙 咱们没有本事去治大国 但是呢 咱们研究点历史 那么研究历史 可能跟这砰小仙呢 也有相通的地方 国内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我们当年参加工作的时候 90年代中期 还不像现在这么复杂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啊 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挺朴素的 当时我去这些人的家里去拜访他们 住的呢 也就那么回事 方庄啊 什么这些地方 其实也都没有电梯 正常那种上楼 那都是手握大权的人物 也都很朴素 可是现在你看一看 绝对不可能了 这一道一道港都给你拦外头了 你也不可能轻易进去 所以呢 很多情况 是我出来以后 我现在跟国内的咱们这些同学 我们这些同学现在陆陆续续爬到一定位置上了 大家在一起聊天说的就是这个变化太大了 但是呢 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说很多东西呢 它本质的东西没有变 就像今天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头讲这个蓄力 护工和这个扶井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从古至今 很多本质的东西 严谨地是没有变过的 变的只是形式而已 所以当年人家说那句话是对的啊 张之洞老先生说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话到今天 都是这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 哎呀 有的朋友还问这个台湾 日本的酱油 看来这个也是一个啊 经常那个做饭的人 有的人认为叉子 搅这个鸡蛋比筷子好用 但是我觉得用筷子 好像还是比较好一点啊 我可能是习惯了用筷子搅啊 用它的那种打蛋液的那种 那个金属的那个叉子 我用起来还不是特别习惯啊 那个呢 可能做那个蛋清的时候啊 用它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搅这个鸡蛋液好像还是用筷子比较好 有的人已经不用筷子 这好习惯啊 这个不过目前我可能还改不了用筷子的这个习惯 刀叉呢 也在用 但是筷子呢 也没有放弃 国有企业就不用说了 国有企业跟机关 那都是脱胎于机关的啊 咱们在机关在国企都待过都知道 这个东西啊 真的 不过呢 现在你要能进到国企也可以了 因为眼下这个情况 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到国企去上班啊 至少呢 在收入上啊 福利上啊 保障上都有一定的 比这个一般的民营企业要强很多 但是你要想爬上去 这可真的不容易 老百姓 就是说老百姓的话 嗯 还有00后的啊 这个这个真是啊 少见 这00后的今年才20周税啊 这我想起我当年20周税的时候 骑自行车啊 满大街乱转的时候 我跟我同学就说这话 我说20岁啊 就是人生最好的年龄 你看19岁呢 啊 显得有点稚嫩 20多岁以后呢 又显得有点老气 这20岁是人生最好的 但是呢 过的就太快了 这一会儿已经40多了 马上就奔50了 嗯 好了 今天呢 周末呢 聊的这么多啊 这个朋友们上来 聊的也挺高兴的 以后呢啊 咱们不定期的就聊聊天 周末的时候 呃 看大家有时间的话 嗯 一起聊一聊 哎 这个啊 国内的这个佐料啊 说实话 刚才这位朋友说 说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 他说这台湾的也不行了 我知道的很多台湾的都是贴牌 包括这韩国的都是贴牌 其实还都是国产的 所以我现在呢 尽量用这个这边本地出产的 包括这酱油啊什么 这东西都用本地的 因为酱油跟水 它直接有关系啊 这国产的酱油 咱们是竞泻不敏啊 啊 这就不用多说了 嗯 里边的这个弯弯绕是都知道的 还有刚才最早的一个朋友说周末喝喝茶 我是从来不喝这个国产的茶叶的啊 这里我以前我就说过 我从来不喝这个国产茶叶啊 我看到国内很多这个人啊 不停的这个推荐这个茶叶 那个茶叶 我呢都是一看而过 没做过认真的研究 所以很多人呢 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 也都带了好些个这国内的茶叶 我现在呢 也都是树枝高阁 我自己都都不用啊 谁喜欢呢 谁来我这 我说你们随便拿啊 我这什么茶叶都有 你们喜欢什么茶叶 就拿什么茶叶 前前几年有人到我这 把这龙井茶拿走了 我说谢谢你啊 要放我这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得一眼 就反正就国内的东西呢 我现在是尽可能的远离啊 这个没办法 出来时间久了就这样 用这老百姓说这个难听的话 就这德行 没办法 好了 咱们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啊 这个感兴趣的话 回头呢 我把这个周恩来这件事情呢 给大家认真掰扯扯扯 明天呢 早晨起来找的话 咱们先聊一聊这个 周恩来的话题 或者是演下这电视剧小舍得 因为我看这小舍得 看的有点晚了啊 但是看完以后呢 有很多小感想 咱们就是聊一聊啊 看吧 大家把意见写一下啊 愿意聊这个老周治疗的事啊 咱们表达一下 愿意聊这小舍得的也表达一下 好了 咱们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支持和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这个 温相说时政会员频道 啊 看书的话呢 咱们交流还是一如既往的 放在电报群里啊 这样呢既安全又稳妥 同时呢 也不招惹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啊 好 晚安 诸位都啊 诸位不应该叫晚安 诸位都是早安啊 好 再见 谢谢